广东省给予全红产奖励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奖励呢 根据广州日报最新消息 在东京奥运会上 广东省的运动员一共获得五枚金牌两枚铜牌 26项次前八名 为实现体育强国梦 实现中华民族委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了青春和力量 为广东赢得荣誉 对此 广东人民政府决定对获奖运动员及其教练员 和有关单位给予激功奖励 那么下面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受奖励的情况 第一项是受奖励的个人 个人继大功23名 其中包括有全红蝉 苏炳天 樊振东 谢思义等 个人继功能有13名运动员和个人嘉奖7人 其中最后一项是受奖励的集体 那么这个集体继大功的就是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 也就是全红蝉所在的训练场 大家肯定会问了 小红蝉到底得到了什么奖励呢 其实对于这次的物质方面奖励 官方没有通报出来 但是小编觉得 这个个人继大功的奖励 可是绝对超越了物质方面的奖励了 而且小红蝉物质方面的奖励也不少哦 大家都知道 全红蝉在奥运夺冠的时候 很多人上他的老家去拜访 送各种东西 还有送钱的 但是这些捐赠都被全红蝉的父亲拒绝了 全红蝉父亲的行为也被大家所称赞 但是前几天有一次奖励 全红蝉家里并没有拒绝啊 而且这也是无法拒绝的 那么这是什么奖励呢 大家都知道 红旗汽车官方曾经说过 要奖励奥运冠军们每人一台红旗H9汽车 当然小红蝉也不例外 虽然小红蝉还未成年 没有驾照 但是车子可以给他家里人开的 大家肯定觉得 每个奥运冠军都奖励了一台红旗H9 为什么偏偏提权红蝉呢 虽然是每个奥运冠军都奖励一台车 也都是红旗H9 但是车子还是有所区别的 大家都知道红旗H9顶配的价钱在50万元左右 但是全红蝉的红旗H9可是绝版的 而且全红蝉也是唯一一个获得此车的人 有懂车的网友估算 这台绝版的红旗H9具有收藏的价值 而且将来完全有可能价格会翻十倍 其实红旗汽车公司是挺会营销的 表面上是红旗汽车送了这些奥运冠军汽车 但是大家想一想 如果想将这些奥运冠军集齐 那得需要多大的资金呀 一个全红蝉 网牌对网牌节目组想花千万片仇 全红蝉都没有请到 而红旗汽车公司只是每人送了一辆汽车 就将所有奥运冠军集齐 也真是很高明呀 红旗公司也是通过了这次活动 好好地把红旗H9又做了一次营销广告 而且红旗公司还将资车仪式选择在广州 小编觉得这和全红蝉是广东人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全红蝉的热度最高 这样也能对红旗汽车的营销起到最大的作用 而且在广州的资车仪式上 全红蝉虽然没去 但是也给予了特殊对待 红旗官方特别给全红蝉准备了一个大彩蛋 本次红旗公司向奥运会的50位冠军 赠送了50台红旗H9的顶配版汽车 但是欣喜的网友却发现 别的奥运冠军的汽车都是黑色的车身 而全红蝉的红旗汽车却是红色和黑色两种颜色 据了解 这是红旗公司为全红蝉特意定制的 因为全红蝉名字中有一个红字 所以在红旗H9特质版上加入了红色 这绝对是最特殊的待遇 因为就连杨倩的奥运冠军都没有享受到这份待遇 而且据红旗官方透露 红旗公司以后也不会生产红黑两色的H9汽车了 所以这是全国唯一一辆 也可以说是全球唯一限量一台的红旗H9 这车要是开出去 可是要比奔驰大致以开出去更有排面了 其实送奥运冠军的50辆汽车 那是等候我们在4S便买的红旗H9顶配版本都不一样 可以说这50辆车都是特制版的 而全红蝉的车是这50辆汽车中的王中王 其实这也是好马配好安 车是王中王 但是全红蝉也是奥运冠军中的王中王 其实在早前就有传出红旗公司送全红蝉汽车的新闻 当时全红蝉家里是拒绝的 但是这次没法拒绝了 因为是全体奥运冠军都要接受的奖励 所以全红蝉也就接受了 记得当时还有网友在评论里面说 全红蝉可以接受这台红旗H9汽车 他没有驾照 可以把车卖给我 可见这位网友也是智商挺高的 全红蝉的车价值可高了 因为和全红蝉名字贴边了 就不止五十万了 其实全红蝉不仅是得到了物质方面的奖励 也得到了很多精神方面的奖励 就你前几天 全红蝉的奥运冠军们一起参加了冬奥会到几十一百片活动 而且活动上也去了很多的明星 小红蝉平时都是挺拘谨的 但是当他见到了大明星们 却变得非常主动了 特别是见到陈伟平和邓超时 都是主动上前打招呼 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完全可以看得出小红蝉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小红蝉还说 总算见到真人了 看来他也是像普通孩子一样 有一颗少女心 喜欢这些帅哥明星 小红蝉心里是觉得 总算见到真人了 其实对于我们大家来说 全红蝉被喜欢的程度完全是胜过这些明星的 我倒是觉得这些明星应该觉得荣幸 因为他们见到全红蝉这人了 小红蝉心里是否认真的 总算 нет 老百�았습니다 金行星